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我們今天要來討論一個主題式的議題 就是婦女 婦女在古代基督教團體裡面 扮演的角色 這個議題其實在 所有的宗教傳統裡面都存在 特別是在這兩世紀當中 19到20 現在進入21世紀 這個兩性的平權的議題 在不同的宗教團體裡面 都有產生相當大的一種的挑戰性 也當然也有一些爭議性 那越傳統的宗教傳統 就是那個歷史比較久的 那那種信仰的那種 內在的教義的要求更強的 那這個議題通常不太容易能夠解套 所以今天在印度教 回教 佛教也是 還有其他一些宗教團體裡面 婦女還在為這個一個很基本的 兩性對等的角色 在奮鬥 在掙扎 那如果大家今年有注意那個 諾貝爾獎在頒發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那個呼聲很高 就是這個巴西斯坦的小女孩 那他為了主張這個女性可以接受教育 那這個被 很不幸被塔利班政權這個開槍 這個從他這個腦穿過去 那後來他被送到英國去去這個就醫 算是恢復的相當的成功 所以他後來有幾個重要場合 繼續為這個婦女的基本的權利發聲 特別他在聯合國有一個演講 引起非常多的注目 那像這樣子的故事就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點比較 算是直接的關係 因為這個在基督教傳統裡面 婦女的角色也是一個 歷經兩千年之久的一個議題 那中間有經過相當大的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我在前年裡面有提到 就是在大概第二世紀開始 等到基督教已經開始慢慢制度化了 慢慢建立一個結構 一個組織 一個制度 那個制度通常我們知道 在宗教傳統裡面那個制度 通常帶有一點點的hierarchical 我們說那種階層體制的一個形式 通常是金字塔形的 金字塔形的 那越到上面權力核心 那個權力越集中 那個空間就越小 那由下面一直往上 越往上面那個monarchical 我們說好像一種 傳統的軍王制度的那種形式出現 那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化過程當中 這個文化 傳統文化的力量就會跑進來 傳統文化的力量就會跑進來 那在耶穌運動之前 舊的猶太人的宗教傳統裡面 本來就是很強的 那個兩性不對等的文化 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男尊女卑這樣的文化是非常的強大的 那你會發現說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 在猶太教的傳統裡面幾乎還是長久存在 那譬如說看不到有所謂的女拉比這樣子 女拉比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議題原來就存在在傳統的猶太宗教裡面 那耶穌的運動裡面有展露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 我們等一下特別談一下耶穌的角色 耶穌確實是一個非傳統的猶太人 是一個非傳統的猶太人 他對這個婦女的態度可以說是最典型 可以看出這樣的特質 他跟傳統的猶太的拉比 傳統的猶太的宗教老師 宗教領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們看到 等到耶穌的這個運動這個時代過了 那基督教開始發展出自己的組織制度以後 好像那個傳統文化的力量又跑進來 那傳統文化我們有時候站在婦女的觀點去看的時候 直接就把它命名為這個patriarchy 就是一個父權文化的 說父權文化也對 那也有翻成是一種家長式的文化 家長式的文化 那就是以男性為主的一種 這種權力架構 權力文化 那結果我們看到第二世紀之後 女性的在教會裡面 在基督教團體裡面的角色就被邊緣化了 被邊緣化 那被邊緣化其實最重要的是 沒有機會參與在教會的這個領導的這個階層裡面 所以也有一些婦女歷史家就把這個過程 又把它稱作是一個去除權利的過程 原來他們也分享權利的 但後來被去除這個權利 那一直要到19世紀 19世紀這個基督教的運動受到近代的啟蒙運動 這種比較自由思想的影響 重視兩性的這種共同平等的權力的影響 基督教內部才產生比較大的一種改變改造 那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在比較具有一種開放性的基督教傳統裡面 就是對現代思想比較開放的基督教傳統裡面 這個兩性平權的文化已經建立起來了 但是相對的在比較重視傳統的受造力的 宗教傳統裡面 婦女的這個地位跟角色還是比較是次等的 那我們今天就藉著一些主題跟大家來做介紹 那我先談一下耶穌的故事裡面比較特別的一些地方 然後後面我們再來談一些 有一些值得討論的空間的一些議題 在第一段裡面我特別提到耶穌 他自己在他的新約聖經的故事裡面 提到他的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那有幾個很關鍵性的故事 我們稍微了解這些故事會覺得滿有意思的 一個就是在猶太傳統禮教裡面 被看作可能會有帶來宗教上的不潔淨 或者是禁忌的 像婦女的生禮病被認為是不潔淨的 所以有生禮期或經病的婦女就不能參與在猶太的宗教儀式裡面 不能進入聖殿 那在這樣的一個文化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就是這位 根據福音書說他常年患的血漏 那其實就是一種長期的生理疾病 那換句話這個婦女呢 是長期不能參與在宗教活動的 他是被排除在宗教團體之外的 那這個婦女呢 他自己很主動的來接觸耶穌 結果他的這個經病就好了 那這個故事本身被 不只是被看作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神機的故事 那他其實更重要的 他背後的那個象徵意義 就是這個婦女呢 被從一個不潔淨的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宗教認知 被賦予新的自由 可以參與在宗教活動裡面 在這個故事的結尾 這個他可以回到宗教團體裡面 那還有一個也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在講義第一小點 提到那個薩瑪利亞婦人的故事 這故事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他後來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藝術史上的主題 非常多的畫家很喜歡描繪這個主題 就是一個婦女 一個不知名的婦女 一個是被猶太人看作是外族人的婦女 這薩瑪利亞人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跟猶太人中間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族群的關係 薩瑪利亞人根據歷史的傳統 他們本來也有希伯來的這種的協同 但是在經歷猶太人兩次被掳的過程 特別是被掳到亞述去的時候 那這個根據這個故事的背景 這些被掳的猶太人 努力保存他們自己的族群認同 相對的是有一些原來沒有被掳的 存在在原來巴勒斯坦地區的一些猶太人 就因為當時候的帝國的政策 把其他的族群遷移到他們住的地方 我們記得東方的帝國都是這種做法 亞述 巴比倫 馬代都是這樣 把這些族群遷移來遷移過去 讓他們族群彼此之間 能夠產生一種的分化的過程 然後他可以變於他的統治 那薩瑪利亞人很有趣的是 被猶太人看為是不純種的猶太人 認為他們是跟外族通婚的 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猶太人了 那這些薩瑪利亞人 自己也有自己的宗教傳統 他們自己不在耶路撒冷聖殿聚會 他們自己在自己所住的一個山上 有自己的宗教傳統 雖然那個背後的聖經傳統是一樣的 就是他們都讀希伯萊聖經 但是他們發展出兩個獨特的 各自獨立的傳統 那這個故事很有趣就是 耶穌有一次到水井旁邊 碰到這個父母 這中間有非常多很有趣的 社會隔離性在那裡 他是一個男人 對方是一個女人 這個在猶太人傳統裡面 本來就互部 不能進行社交的 這樣的一種的活動 就加上族群的差異性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耶穌主動跟這個婦人對話 那個故事非常有趣 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四章裡面 提到兩個人本來幾乎沒有辦法對話 因為耶穌想要幫助這個婦女 去體會宗教心靈的一種力量 但是這個婦女呢 比較是活在一個自己 每天為生活所 急急而忙碌的一種的思維裡面 耶穌跟他說 你可以給我水喝嗎 那結果還沒有回答 他又跟這個婦人說 你如果知道誰在問你問題 你早就跟他要另外一種更重要的水 就是他用的象徵語言說活水 Living water 你如果知道誰在跟你要水喝 其實你會跟他要活水 那這個婦女非常有意思 他沒有辦法了解耶穌在講的活水 什麼意思在他的生活的思維裡面 真正的水就是那物質性的水 每天從井裡面可以去汲取的水 他就問耶穌說 你沒有工具你從哪裡拿水啊 那耶穌又跟他談了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說我給你這個水如果你喝了 就不必再來 你就不必這麼辛苦來打水 你其實是永遠不會口渴的 會讓你得到滿足的 那兩個人的對話一直非常有趣 那個沒有辦法相溝通 那結果這個故事到最後轉化了一個關鍵點 是耶穌開始問這個婦人 關於她自己生命當中所面對的挑戰 結果在對話當中 這個婦女向耶穌告白 說她過去的生活是非常多的問題 她曾經有五個丈夫 現在跟她在一起呢 又是一個非名分的男人 沒有名分的男人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耶穌藉著幫助她去面對她自己生活的挑戰 讓她去思考什麼是宗教心靈對人可以帶來的一種的改變的可能 所以後來這個故事到結尾婦人呢 就體會到耶穌在談的宗教心靈的力量的意義是什麼 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求道的過程 就是一個婦女呢 從一個完全龍董無知 然後在那邊思考說 我到底我的生活要怎麼過下去 結果碰到這一位宗教教師 兩個經過對話 然後她被啟蒙了 那故事的結尾呢 這個婦女竟然跟耶穌可以坎坎而談 在做一種對宗教的對話這樣子 那甚至後來這個婦女也成為一個 去回到自己的部落 去幫耶穌分享這個基督教的信息的 有很多研究聖經的學者說 這個婦女好像是撒瑪利亞這個族群裡面 可能是最早的信徒 也可能是最早的一位工作者 宗教的工作者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讓我們看到的是 很特別是耶穌跟這個婦女平起平坐 他開放自己讓自己跟一位婦女 能夠以對等的態度彼此在對話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宗教圖像 都用這樣的一種模式在傳達 在東方教會的圖像裡面也很看重這樣的一個場景 你可以看到婦女跟耶穌一種平起平坐對話 進行宗教對話的一個景象 其他的不同的圖像 這個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中國的宗教畫家何奇 他畫的他畫了好幾幅 有埃及的這樣的表達方式 埃及這張圖也非常有意思就是 婦人真的倒水給耶穌喝 那耶穌卻和他進行宗教的對話 所以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是看出 耶穌有一種非平常的對待婦女的態度 另外在福音書的故事裡面 耶穌特別對猶太社會裡面的寡婦 有非常特別的一種的親切感 關懷的心 耶穌對這些寡婦常常表現一種特別 有異於一般的猶太拉比的態度 那我在第二小點有提到寡婦上子 這個是一般的傳統社會裡面 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很悲慘的一個故事 但是在猶太傳統裡面更嚴重 猶太的婦女生出來是屬於父親的 結婚以後是屬於丈夫的 丈夫如果死了 他唯一的依賴就是靠他的兒子 藉著這種依父或依子的關係 他才能夠建構自己的社會地位 宗教地位 也才能夠建構自己在社會當中的 一種安全感 所以在舊約的聖經裡面 你可以讀到儀太人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舊約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叫做路德記 路德記也是表達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耶穌有兩個面向在跟寡婦互動的過程 一個就是他有一次在一個拿因城的地方 當一個寡婦的兒子死了以後 表示這個寡婦已經失去生命中所有的盼望 他已經失去所有可能的社會資源來源的時候 那耶穌讓他的兒子復活 那這個復活當然又是另外一個神機故事 但他背後跟剛剛那個換血漏的婦人的故事一樣 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象徵意義在他給予了寡婦 重新一個社會的資源跟地位 所以這個故事我們看到也 常常被當作是一個主題 主題在表達 那寡婦則成為耶穌稱讚的對象 耶穌有一次這個特別讚美一位寡婦 他在那個猶太人聖殿的奉獻箱裡面 投下兩個小銀錢這樣子 那這猶太人的聖殿裡面的奉獻箱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們是用木頭做的大箱子 那根據那個猶太學者的說法 那個大箱子通常目的就是讓有錢人 把錢丟進去的時候會很大聲這樣子 那表示說這個人很慷慨 奉獻很多這樣子 很多人就在那邊周圍觀看誰奉獻的多 誰好像就是特別這個 宗教上是特別是被值得讚美的 那耶穌偏偏稱讚這樣的 一個奉獻小錢的婦女 這一個寡婦 那這個故事呢 也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 那另外耶穌喜歡批判猶太宗教領袖 沒有照顧寡婦 反而用盡辦法會去剝削寡婦 已經非常微小的資源 所以這兩個面向我們可以看到 就寡婦的角色來講 耶穌特別去關注到 猶太這個婦女當中最弱勢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第三點耶穌在好幾次 跟猶太宗教領袖對話當中 談到婚姻這件事情 那特別猶太人 猶太宗教領袖來問耶穌 可不可以修妻這件事情 那我們知道猶太人的律法 是經過猶太拉比詮釋的 猶太拉比詮釋這個律法呢 其實有非常大的彈性 所以今天猶太人其實很容易去 從拉比的聖經詮釋裡面 找到一些案例 或者是某一些詮釋 應用到他們身上 譬如猶太人的最傳統的律法 只規定說必要的時候 發生特殊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修妻這樣子 但後來的拉比做的詮釋 卻非常的大的彈性 甚至有一個拉比做了一個非常 我們說很離譜的詮釋 說如果太太煮菜煮得不好吃 可以給他修掉這樣子 這個是像這樣的修妻理由 幾乎是等於就是 給予男性非常大的權利 那耶穌在回答這個 猶太宗教領袖問他的時候 在馬可福音第十章的這段故事 耶穌講出一段非常強烈的 對等的概念 他說婚姻就是為了男女雙方設立的 不可以隨便休妻 沒有特別理由不可以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他保存對婦女的尊嚴 然後他強調婚姻是一種對等的責任 所以這個概念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他 作為一個猶太老師的背景 他卻挑戰很多這種男尊女卑的 對這個兩性的詮釋 那最後就是他在很多他的比喻 他的教導裡面 他常常會用婦女做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婦女的角色 有提出好幾個很有趣的 對女性特質的讚美 他特別談到女性是非常細心的 殷勤的 路加福音書章舉了一個例子 一個家的女主人 他掉了一個錢 他把整個房間 整個屋子裡面都翻變了 最後把那個失落的錢找回來 在描寫一個婦女的這種不放棄 非常細心的特質 那另外一個故事裡面他則談到 看到一個婦女 他的女兒生病 為了他女兒生病堅持 要求耶穌要醫治他的女兒 那這個故事其實不只是在 耶穌的這個場景發生 在很多的經典的裡面都有 就是常常在家庭發生巨變的時候 耶穌這個故事顯示 在家庭發生巨變的時候 往往對苦難堅持不放棄的 不放棄盼望的 常常是婦女 女性多於男性 有這樣的特質 那最後一個很有趣的是 耶穌自己面對被出賣受難的故事當中 每一本福音書都很清楚的 做一個很有趣的描寫 那些男性的使徒都跑掉了 都害怕驚慌逃跑了 反而是婦女緊緊的跟隨耶穌 不只是來到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那到最後他們在耶穌被釘了之後 他們跟隨他到墳墓去 到了這個按照猶太人的慣例 過了幾天拿著香料 要去替耶穌這個收屍體抹香料 結果他們很有趣 他們就成為在福音書傳統裡面 他們是最早見證耶穌顯現的這群婦女 那這個婦女裡面 非常有名的一位就是莫黛拉的瑪莉亞 那下面我稍微跟大家介紹這一位 也很有特別的一個獨特角色的 莫黛拉的瑪莉亞在這個福音書裡面 提到她的時候其實只有提到她是一個 曾經心靈有問題的被鬼附 或者說她精神上受到折磨的一個女性 那耶穌幫助她得以正常 那她後來就成為耶穌周圍 非常的忠實的門徒裡面的一群 就在意思說在耶穌的核心的小圈子裡面的一位 但是後來的教會的傳統 卻把這個莫黛拉的瑪莉亞跟耶穌的福音書裡面 其他的角色把她等同起來 所以我們看到在藝術史裡面 常常描繪她是一個犯罪的婦人 她是一個淫婦 就是她曾經犯了奸淫的罪 然後被赦免 所以她是一個懺悔者的角色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很多關於她的一些圖片 大概都是描寫這個角色 左邊這邊呢 左邊這張圖是把她描寫成一位聖徒女聖徒 右邊這張圖則是把她描繪成一位懺悔者 一個罪婦的象徵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圖像 把她描寫成一位好像犯過罪 尋求懺悔的這樣的角色 那還有一個故事也把她 她跟另外一個女性結合起來 就是在福音書裡面提到 耶穌有一次到猶太宗教領袖家裡去吃飯 就去她家吃飯的時候 主人並沒有按照猶太人的傳統慣例 一進去就以好禮上兵來對待耶穌 並沒有給她洗腳 沒有為她捷徑她那個塵土 結果有一個婦人就進來 拿著香膏把耶穌的腳整個把它截淨 然後把它洗 然後用她的頭髮 把耶穌的腳擦乾淨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裡面呢 後來這個家族人就起來斥責這個婦女 說你怎麼浪費這些香膏 又怎麼做這些事情 那耶穌反而為這個女性辯護 耶穌說我來你家 你沒有以基本的禮貌對待我 反而是這個婦人給我尊榮 她給予我尊榮 她所做的事情 歷世歷代都要紀念她 那很多的教會傳統 然後又把莫大拉瑪莉亞 跟這個婦人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很有趣 莫大拉瑪莉亞的圖像 除了這兩張也是很有名的 這是Della Tour這個畫家畫的 他善於用蠟燭跟燈光 在表達這個藝術裡面的 這種非常有趣的對比 那他畫了一系列 莫大拉瑪莉亞的圖像 都是在表達一個這種 一種孤獨的 面對自己的 這樣的一種的懺悔者的形象 那我剛提到的就像這樣的圖像 莫大拉瑪莉亞 描繪成那位拿著香膏的 拿著香油的瓶子的 這樣的一位的跟隨耶穌的女性 所以這其實是把很多不同的故事 通通套在莫大拉瑪莉亞這個角色裡面 那其實他最有名的故事 應該是在最後 那耶穌在十字架上被定的時候 這個旁邊有兩個最有名的女性 都叫瑪莉亞 一個就是他的媽媽 耶穌的媽媽 那我們就看左邊這張圖像 耶穌媽媽是可以說是心都碎了 是一位心碎的母親 那右手邊跪在地上的則是 莫大拉瑪莉亞 代表的是一個門徒 女門徒很敬前的女門徒的一個形象 後來耶穌復活向這些門徒們顯現的時候 第一個跟他相遇的就是莫大拉瑪莉亞 所以在後來的天主教傳統裡面非常有意思 他們就給莫大拉瑪莉亞一個很有趣的稱號 稱他是使徒中的使徒 原本使徒這個概念幾乎全部都用在男性身上 那莫大拉瑪莉亞卻被給予這樣的一個尊榮 因為他是耶穌告訴他去向他的男學生們報告他要跟他們相見的好消息 所以他是向使徒們傳好消息的使徒 這個可以說是最有趣的一個尊榮 給予女性最高的尊榮 他是等於是使徒中的使徒這樣子 很有趣的是這個故事裡面有一個主題 後來稱為藝術化的主題 就是Nonime Tangere Nonime Tangere這個拉丁文就是不要摸我 不要碰我 耶穌復活以後叫這個瑪莉亞 用他的名字呼喊他瑪莉亞這樣子 結果這個瑪莉亞才警覺到說 他原來以為那個男人是一個圓釘 是在照顧墓地的圓釘 當他跟他親切的叫他名字的時候 他就叫他老師 結果他很想要親近他 我們可以想像可能想要去擁抱他 那耶穌告訴他不要碰我 那這個主題就成為在宗教藝術上 非常受人矚目的一個主題 到底耶穌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到喬托非常有名的 喬托畫了這幅畫 喬托是現代藝術之父 是最早用寫實主義描繪人物的一位 他把瑪莉亞的神情非常精彩地表現出來 很可慕 很可慕想要跟復活的老師見面 結果耶穌告訴他不要碰我 各式各樣不同的表達方式 左邊這張圖很有趣 他把耶穌描繪成好像圓釘 手上還拿著鋤頭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不同的詮釋 有一個詮釋是說耶穌告訴他 你不必碰我 其實以後我就會常常與你同在 就在你的心裡 你其實不要太依賴這種物質性 肉體性的一種的接觸 我其實是與你同在的 有這樣的一種詮釋 另外一種詮釋是在說 好像耶穌在表達的是一種 他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狀態 跟瑪莉亞所屬的舊的時代 舊的狀態是不相容的 也有這樣的詮釋 好像瑪莉亞代表的是舊的 這個罪的世界 那耶穌他復活象徵了一個新的神聖世界 而且這中間有一種的差異性 那事實上學者有不同的解讀 不過藝術家們倒是滿有趣的 把這個主題很生動的描繪出來 那莫代拉瑪莉亞近代 在最近這20年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跟他連結在一起才引起了 更多人對這個角色的注目 那我們上次其中考前 我們有看過萬事巨星的某一些片段 那這個影片其實是最早把 莫代瑪莉亞描繪成 好像耶穌這個很親密的女的門徒 他們中間有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這樣的角色 那他很愛耶穌 那耶穌卻讓他覺得很迷惑 不曉得怎麼去對待這樣的一個宗教老師 那希臘作家卡山札基 也寫了這一本《基督最後的誘惑》 這個後來也拍成電影 這影片當然也引起很多 基督教味道人士的反對 那卡山札基其實是非常優異的一位思想家作家 我們可能有人讀過他寫的這個希臘佐巴 希臘佐巴 那他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他自己很深刻的去描繪 東方的傳統怎麼看待耶穌 耶穌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真實的人性 他也在面對生命中 人所面對的誘惑 那耶穌從來沒有對誘惑屈服 在這小說裡面主要要探討這個主題 到最後一刻那個誘惑從來沒有停止 根據這個卡山札基的描述 到最後那一刻耶穌在十字架上來 那一撒那他心裡在想 我如果能夠過一個平凡的生活 不是很好嗎 跟莫代拉瑪利亞結婚生子 過一個平凡的生活 這不是很好嗎 影片就用想像的方式描繪那個場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電影裡面就描寫 他真的結婚生子 但最後影片的結尾 也是卡山札基自己非常有趣的一個戲劇性轉變 他看到耶穌在最後十字架那一撒那 他還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沒有選擇另外一條道路 所以這本書基督最後又或其實是在描寫 耶穌的人性的完整性 卻引起很多爭議 那卡山札基其實在他這本書的前言有提到 我不是在寫耶穌的傳記 我是在寫一本小說 那這小說重要的是在探討基督的精神 但是這個小說我們今天談到這裡 重點是又把莫代拉瑪利亞的角色拉進來了 因為在那裡面他似乎扮演一個耶穌很親密的 親密的一個朋友 也是他的學生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大家最近這幾年就知道 這個引起最大爭議的 是這個達文西密碼這個書 那達文西密碼這個書非常有趣 他藉著一位有名的畫家達文西 達文西不只是一個畫家也是一個科學家 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那達文西在他的這幅最有名的 耶穌在這個最後晚餐的場景當中 他把那個耶穌的學生 這個約翰好像描繪得很像女性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所以這本書就從這裡做文章說 那個門徒其實不是約翰 是在描寫耶穌的親密的學生 莫代拉瑪利亞 這小說到最後更有趣是談到說 耶穌真的有跟莫代拉瑪利亞有結婚 而且還有生孩子還有後代 那聖碑 聖碑的傳說被他解讀成為是一種女性的象徵 所以這本書當然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那很多的基督教的傳統 基督教教會傳統就也寫很多書 想要對這件事情做出澄清 你認為這個只是小說 不應該把它當作是歷史事實 那甚至蘇格蘭非常有趣的一個教會 Kilmo裡面有這樣的一張彩色玻璃的圖像 好像耶穌跟莫代拉瑪利亞 好像真的還有懷孕的這樣的一個場景 所以這樣的故事就讓很多人發生 對莫代拉瑪利亞這個角色很有趣的一個思維 好那我們簡單把耶穌的角色簡單跟大家介紹 換句話說在他身邊有非常多的很有趣的 獨特的婦女的故事 不管是求道的薩瑪利亞婦人 或者是真的在耶穌的腳底下 常常在跟他求道的一些女門徒 耶穌特別好像對女性是採取一種親切的開放的態度 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是對後世的婦女 的基督徒來講是非常大的一種的啟發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討論一下 這個婦女這個角色怎麼樣子在 這個最早的基督教團體裡面慢慢的變化 那我這邊有先提到一兩位 帶出這樣的批判的學者 天主教有一位天主教的女神學家 Mary Daly 她大概在50年前就出版了這本書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Sex 教會及第二性 那在這本書裡面她就提到 我應該是在講義的第三頁的地方 講義第三頁的上面有提到這個 她1968年出版了這本書 她這本書裡面她就挑戰說 她當然特別是挑戰她自己所屬的天主教會 她指出天主教會一方面宣告 人在上帝的恩典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尊嚴 但另一方面她挑戰教會 總是高舉男權主義 那有意無意的貶低的婦女的地位 那特別在這本書裡面她指出 教會常常做的一個詮釋就是 把靈肉二元論這種概念 應用在男女兩性上面 那認為說男性的本質 是比較屬心靈的 女性的本質則比較偏向是肉體的 那偏向肉體的女性 就容易被引誘 容易犯罪這樣子 這樣的一種認知 這個Mary Derrick 提出非常強烈的批判 那確實我們發現出在教會 有一些思想家 教會思想家 確實有這樣的一種的敘述 女性好像是最容易被引誘的 女性好像是比較快犯罪的 輕易犯罪的 所以在教會歷史裡面非常有趣的 有兩位女性成為女性的象徵跟代表 一位就是創世紀故事裡面的夏娃 那夏娃呢在這樣的一種 靈肉二元論的論述裡面 就被賦予一個特別的角色 亞當跟夏娃是最早上帝創造的 一男一女兩性 結果蛇呢在創世紀第三章的故事裡面 蛇去引誘夏娃 夏娃呢是首先吃那個果子犯罪的 不但這樣他還把果子拿給他的先生 亞當吃這樣子 那時候他們當然還沒有結婚 但是說這個男女兩性的故事裡面 就根據這樣的一種故事的細節 去詮釋說夏娃就是偏向容易被引誘的內性 就是女性這樣子 所以這個Mary Daly這本書 早期非常強烈的 對這樣的一種觀點提出批判 那我們回到我講義的第二頁的下面 另外一位婦女成學家 這個Fioranza哈佛大學 剛剛退休的教授 他出了這本非常有名的書 In Memory of Her 他就主張 我們今天要重新去挖掘 基督教傳統裡面的故事 那過去因為男尊女卑的文化 長久以來造成了一個結果 就是今天在經典也好 還是在教會的文獻裡面 你幾乎一面倒的看到 都是以男性為主的故事 女性的故事好像被淹沒在沙利瓦堆裡面 被淹沒在歷史的底層 他主張怎麼樣重新把女性的故事挖掘出來 他寫了這本書叫做In Memory of Her 這個部分他就提到 對不起應該是第一頁 第一頁下面的地方 第一頁下面的地方 他就提到 這個父權文化影響下的作品 就讓很多婦女的角色被淹沒了 他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開始試著要去挖掘 聖體裡面其實有一些很重要的婦女的故事 譬如他就指出 保羅所寫的羅馬書裡面 就有一位女性叫菲比 那這位菲比呢 保羅自己用兩個字來稱他 一個字是diakonos 一個字是prostasis 就是一個是女的職事 另外一個字是助手 助手這個字其實不是最好的翻譯 那個prostasis 用我們今天的比較中性的語言來講 應該是管理者經理這樣的概念 一個在經營 在管理各樣的事物的人 那根據這樣的說法呢 這個女性應該是一個教會的領導者 在教會裡面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 那這個Fioranza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 就是到第二世紀以後 教會慢慢組織化以後 就把所有的不同的教會的領導者 分成兩種的類型 在我的第三小點 那他發現出在教會 開始發展出幾本的法規的書 教會的這種法規的書 不管是使徒教會法規 使徒憲章等等這些書 這些規定裡面就開始 把所有的教會裡面的領導者職份 分成被封立的職份 跟被指派的職份 我在第三小點裡面有提到 有一種封立的就是受職的工作 就像今天的主教 神父 牧師 長老 這些都是要被受職的職份 那第二種職份則是被指派的 我指派你去做一件工作 那被指派的工作就沒有那種職份 只是一種去服侍的工作 那很快的發現 在第二世紀的時候 女性的工作 通通被分到第二種裡面去了 女性被排除在 第一種這種受職的職份之外了 那只有在受職職的職份的人 才可以做什麼 做兩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件就是教導的工作 第二件就是主持教會的聖禮 換句話說替人洗禮 主持聖餐 還有在教會的講台講道 教導 這些工作通通被限制 只能由男性來擔任 那女性則是被吩咐說 你去做這個去做那個 通常被指派工作是什麼 大概都是服務性的工作 去照顧生病的人 去救濟窮人 去為一些生病的人做祷告的工作 那這樣的二分法呢 很明顯的就把女性慢慢的 從權力的結構把它排除了 這是Hippolytus 我們看到這個Hippolytus 他就是寫這個教會法規的其中一位 Hippolytus的故事是滿有趣 他其實是一個殉道者 教會傳統 早期教會傳說他被五馬分屍 另外一位亞歷山大的Dionysius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他 他寫的文獻非常重要 提到早期教會在瘟疫發生的時候 教會怎麼樣去回應社區裡面那些需要 這位亞歷山大的主教 留下非常多的作品 描繪教會在那個時代怎麼樣去參與 在公共災難的救助當中 但是在他的作品裡面也反映出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他已經開始對女性做了非常多的限制 我在這個第三小點最後有提到 在他的書信裡面他提到教會呢 已經嚴嚴的禁止有生理病的或生理期間的 婦女參與在所有的教會活動不準 所以這個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開始把這個女性做了某一種的區隔 跟邊緣化的這樣的做法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時候有兩個特殊類型的婦女 慢慢的浮現了 那第一個就是寡婦 在我講義的第六小點 寡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類型 他們呢慢慢慢慢 他們本來是教會關懷的對象 我剛剛提到耶穌是最早把這個寡婦 的這種需要關懷的這樣的一個面向 特別帶出來的人 那教會有承接這個傳統 會把寡婦呢 接到教會的團體裡面來供養來服侍他們 但慢慢的就把寡婦變成了一種服侍的團體 那這些寡婦們呢就扮演一些關心婦女 關心生病的人關心窮苦人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 因為在做社會福利工作 社會服務工作這樣的角色 那這樣的角色其實也給了婦女某一種的參與的機會 算是一種order啦 也可以算是一種比較低的職份 但是後來你會發現 這個教會裡面對這些女性的限制越來越嚴格 我這邊有舉一個例子 有一本教會法規書裡面就提到 真的要參加在寡婦的職份的人 要受這兩個條件的限制 一個就是年紀要夠大 要60歲以上 第二個是她只能結婚一次 所以這樣的限制你就會發現 她其實是越來越把女性的這種可以扮演的角色 一直縮減 那這個寡婦的制度非常有意思 我這邊給大家看的一些都是現代的例子 今天在拉丁美洲 中美洲 非洲的教會裡面 寡婦還是很重要 被賦予一種特殊的角色 他們會被特別任命有一個職份 而且他們常常住在一起 可以扮演教會裡面 照顧婦女的角色 另外一個很有趣就是 剛剛已經提到女職士的角色 在我的講義的第五小點 特別在東方的教會傳統裡面 女職士被賦予一個特別的角色 那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點是為了需要 而發展出來的 我們想想當一個女性生病的時候 在當時的那種社會規範氛圍裡面 男性的神職人員就沒有辦法直接去碰觸他們 或去照顧他們 就尾由這些女性的職士去擔任這樣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婦女要來接受教會的聖禮 譬如要洗禮的時候 誰能夠帶領這個女性到洗禮池裡面去 那當然是由女職士來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女職士其實就某一個角度講 是一個必要的需求的一個角色 而不是說那個教會給予女性特別的權利 不是這個意思 好像是一個為了要讓這個當時候的 各式各樣的工作得以順利而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看到後來到了第三世紀左右 女職士只剩下在東方教會裡面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傳統 在女職士在東方教會裡面 還可以看到有這樣的角色 那今天在很多的主流教會裡面 也有像這張圖是美國的衛理工會 他們特別女職士有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 那他們做非常多的工作 特別在做社會服務的工作 扮演一個好像教會對社會伸出去的一隻手 在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在初代教會 我們還在Fioranza寫的那本書裡面 In Memory of Her 他在這個Her 他 這個女性的他裡面 他提到很多角色 他說初代教會有很多角色 我們不要忘了有 有女職士 有女寡婦 有這些女助手等等 那他說還有一些貴族啊 自己有點智力救濟 自己去尋求這種可以追求自己性的 信仰的旅程 那第一位把自己去到耶路撒冷朝聖 故事寫下來的 是一位女作家 Ageria 那他呢自己有錢 有閒 那他就花好幾個月的時間 去訪問非常多的地方 到巴勒斯坦 然後最後去耶路撒冷 回來以後 把他去朝聖的故事寫了下來 所以這位女性也非常特別 她扮演的是一種 不被教會給予她空間 但她自己去開創空間 這樣的角色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談一個 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婦女呢 卻在這種非體制的教會裡面 能夠扮演某一些特別的角色 就是初代教會裡面 帶有靈恩特質的團體裡面 剛剛談到在初代基督教的這個過程 有發生這樣的一個邊緣化的過程 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 在一些所謂的非制度性的教會裡面 有兩個代表的團體 一個是蒙他納派 另外一個是多納派 那這兩個傳統有點像今天 現在在全世界基督教裡面 很盛行的這個靈恩運動 但又不是完全一樣 只是在某一些特質上是非常像的 那這樣的一個傳統基本上是 比較偏向重視一個教會領導者 擁有的特別的能力 特別的一種的恩賜 或是他接受聖靈這種 所謂的超自然的神秘的一種的力量的灌輸 他能夠行出很特別的能力 這個可以講預言 可以有強烈的宗教的精神 可以去過禁欲的生活 甚至勇敢的殉道 那相對的他們對慢慢制度化的教會 則是比較採取批判的 他們認為教會越制度化 好像那個靈的角色就越來越少了 教會越走向組織的時候 就越沒有這種聖靈的參與了 那這樣的兩個運動裡面 很特別跟我們今天主題有關的是 在這樣的運動裡面 婦女都被給予 比較大的 比較高的地位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蒙塔納運動 我們看到一些今天想像的圖像 描寫他們是一種好像被 由上而來的神聖的力量所充滿 能夠行出超出人可以做的事情 那下面這張圖就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多的女性 被描繪在這個裡面 那蒙塔納這個人本身 蒙塔納他是一位 原來是一位神廟裡面的一個祭司 那所以他本來就有那種 傳統羅馬宗教的背景 成為基督徒以後 他對那個越來越制度化的教會不滿 所以他就發動了這個運動 那最有趣的是在他左右兩邊 有兩位女性的領導者 是跟著他一起在同工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運動裡面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女性 被賦予特別的角色 這個是我們將來有一個主題 會再稍微談到他們的神學 那所以在蒙塔納派裡面 我們看到有女性特別 被給予比較特殊的角色 那有兩位非常有名的殉道者 我們上次也稍微有介紹過 在北非的兩位主人跟仆人 那根據很多歷史家的推測 他們兩位可能也是屬於蒙塔納派的 所以在蒙塔納派裡面 好像婦女 只要你有擁有特殊的這種能力 你就被給予一種領導的角色 而不會因為你的性別就把你排斥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多納派 多納派是在北非發展的非常大的一個運動 跟我們上上禮拜介紹的 羅馬帝國迫害有關係 在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當中 這個教會是主張全然只能用殉道 來回應的一個教會團體 所以這個團體就對羅馬 以羅馬為主的傳統的教會 抱持不滿的態度 他們認為這些羅馬大公教會 常常會便捷 常常並沒有真的勇敢的去殉道 那在這個故事 我們將來會比較詳細來說明 那今天要談的是 但是在這個傳統裡面同樣的 他們也給予女性比較優越的一種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這個運動到最後到411年 跟初代基督教最重要的大神學家奧古斯丁 有一場的神學的辯論會 那最後多納派就失敗了 等於是他們承認自己就慢慢的消退到教會之外去活動 那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重點是在說 在這個整個快速婦女被邊緣化的過程當中 反而是在這些比較特殊的非體制化的教會傳統裡面 會給予女性比較大的一種地位 這個一直都是這樣 到近代的歷史也是一樣 婦女的角色首先也是比較在邊緣的團體裡面 得以被賦予比較大的一種角色 那我們上次介紹保羅這個人的時候 也提到這本很有趣的一本外傳 就是保羅跟希克拉行傳 這個故事也讓我們再想一下 婦女到底在那個時候的一種很微妙的角色 這本書雖然沒有收在聖經裡面 卻出在教會是流傳的一本書 這個故事就是說有一位婦女希克拉 聽到保羅傳道的故事她就很羨慕 她自己也想要成為一位像保羅這樣可以自由地 一個尋回傳道的人 那後來她因為已經訂婚了 所以保羅勸她回去扮演一個傳統婦女的角色 回到家裡結婚 但她拒絕 後來她就頭髮削短 穿得很像有點男性的衣服 然後開始投入在這種傳道的工作 那故事的結尾是保羅後來碰到她 她非常精益於她的那種成長跟表現 所以保羅也祝福她 也肯定她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根據這本書的話 婦女在這個時候扮演了那個 後來女性不能扮演的角色 就是她可以做一個宣講者 教導者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幾個經文裡面 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在最後講義的第三段裡面 有提出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目前討論 婦女在基督教團體裡面 角色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直接在思考 婦女的地位跟形象的問題 到底婦女跟女性跟男性是不是平等的 在同樣的位階上 還是她是次等的 是附屬的 那她身上所謂用創世紀的語言 每一個人都是由上帝的形象所創造的 那是不是男性跟女性身上 所擁有的上帝形象是不一樣的 男性是完整的 女性是有缺陷的 這樣的說法是對的嗎 還是怎麼重新去看待這個問題 那跟這個相關的 我們如果翻到第四頁的上面 就是女性到底在教會裡面 可不可以擔任領導者跟任職這樣的問題 那這兩個問題我們如果把它帶回到我們 從經文裡面來詮釋的角度來看 特別在保羅的作品裡面 就可以看到後來會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是受到這些經文的隱含的意識所影響的 那我們就稍微來很快讀一下 這些保羅所寫的關於兩性的一個觀點 在哥林多前書11章 保羅這麼說 妻子在公共場所禱告或宣講上帝信息的時候 要是不蒙著頭就是羞辱自己的丈夫 這樣的女人和剃著頭髮的女人沒有什麼區別 女人要是不蒙頭倒不如剪掉頭髮 所以他強調的是女性要蒙頭 如果要在公共場所要站在台上要蒙頭 然後保羅說男人不用蒙頭 男人他反映上帝的形象跟榮耀 女人卻是反映男人的榮耀 男人不是從女人造的 女人是從男人造的 男人不是為著女人造的 女人是為著男人造的 這個語言就被詮釋為 我們今天說的男性是第一性 女性好像是第二性這樣的觀點 另外一段話是保羅同樣在這段經文後面講的 他說在主裡男女互相依賴彼此需要 女人是從男人造的 男人是從女人生的 萬物都是從上帝來的 保羅在這邊又提出一個類似 對等的概念 但是他後來又說 你們自己判斷吧 女人在公共場所禱告 不蒙頭是合宜的嗎 所以蒙頭這件事情 有一種的非常重要的一種的意涵 蒙頭就代表著她是附屬的 她是必須順從權威的 這一點很明顯的就後來被詮釋為 女性的地位有賜於男性這樣的一個說法 然後另外一段話在哥林多前書14章 保羅更進一步直接禁止女性在台上說話 他說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輪流宣講上帝的信息 讓大家學習都得到鼓勵 宣講上帝信息的人應該約束自己的恩賜 因為上帝不要紛亂而是要和諧 接下來他說就跟上帝子民的各教會一樣 婦女在聚會中要安靜 他們不可以發言 就像猶太人的法律所規定的 他們要安於本分 如果他們想說什麼可以 想知道什麼可以在家裡問丈夫 婦女在聚會中說話是不體面的事 這就是非常有名的保羅所說的 Silence of Women 女性要保持沉默這樣的一個主張 另外哥林多前書另外一段話 他就談到讀生跟結婚的事情 這段話裡面當然比較是站在 讀生跟結婚的兩種價值當中 保羅在討論 這個部分女性好像在這個過程當中 女性也被賦予好像我們說 我們說貞結跟守童貞 好像特別強的一種要求 接下來保羅這麼說 如果一個信徒已經娶了非信徒做妻子 妻子願意繼續跟她生活 她就不可以離棄妻子 如果一個女信徒已經跟非信徒結了婚 而丈夫願意繼續跟她一起生活 她也不可以離棄丈夫 他好像是在談到一個 那種基督教跟非基督教婚姻的這種的 一種的衝突的場景 那最後他就提到 不管是什麼樣的角色 每一個人是可以自由的 所以保羅的語言是很有趣的 有的地方他很明顯的 帶有一種的男性中心的思維 另一方面他又好像有一種的 給予大家自己做決定 這樣的一種的思維 這些部分都是在哥林多前書裡面 非常多的關於這樣的一些討論 那有人對這個經文的詮釋就會回來說 到底為什麼在哥林多這個場景 會有這麼多的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那有一些學者就主張說 哥林多這個處境 在哥林多的傳統宗教文化裡面 女祭司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 女性的祭司在哥林多的這個傳統宗教裡面 扮演非常高的角色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在哥林多的基督教團體裡面 女性也特別活躍呢 所以保羅其實並不是要在這裡提出一個通則 而是要求哥林多的女性 要稍微節制一些這樣子 這個學者有不同的論述 但是總之我們看到保羅的這些論點 後來卻成為教會 慢慢慢慢把女性這個排斥 把邊緣化的一個根據這樣子 好 那我大概在這個最後的第三段裡面 把這兩個主題帶出來 那我想我在這裡面有做了一些討論 大家可以有時間可以去再做一些閱讀或思考 那主要重點是在於 過去的經文傳統 卻成為後來教會 對這樣的一個傳統有不同的詮釋 那根據保羅這種詮釋所發展出來的 在兩個問題上面都有比較貶義女性的做法 但試圖要做一種新的詮釋的 就是近代的基督教傳統 就試圖要把它重新詮釋為 它是帶有原來的時代文化限制的一種的主張 那這兩個主題呢 我們如果把它帶到結論的地方來看的時候 在我的第四頁的第二點的最後一段 我們可以用那個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因為這個問題 近代已經發生非常多的討論 我們在這裡不特別去談 哪一個立場才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要清楚看到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種轉換跟思維 在第四頁的第二點的最後一段我提到 近代婦女神學家特別著重聖經的示意 跟重新了解 他們指出聖經是長久以來在男性威權文化下 且經由男性觀點所傳述寫作翻譯和詮釋的 因此自然會反映出 該特定時空文化下的文化成見 與倫理觀點 換句話說 根據這個說法 保羅活在他的時代 保羅在寫作他的作品的時候 也會反映他那個時代的文化思維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 哥林多教會有特別的 哥林多的文化場景 是不是因為在這樣的場景下 保羅對他們提出他的一些教導 所以結論最後三行 說正因如此 應該要將聖經中所蘊含的上帝的旨意 和特定時代中的文化要求區分開來 這是婦女神學家的主張 應該讀聖經的時候 你要去分辨什麼是文化的要求 什麼是上帝對人的 對基督徒的要求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直接用字面來解釋聖經 會把這兩個參在一起 混雜在一起 而沒有做區別 那更有趣的是 婦女神學家指出 就像保羅作品反映的 聖經裡面雖然有 種種視婦女為次於 或列於男性的記載 但他也同時記載著 對這種偏見的批判跟指針 所以保羅在他自己的作品裡面 有時候會反映 要婦女蒙頭 要婦女要安靜 要婦女不要在台上講話 但另一方面 保羅又常常表達出一種 兩性在基督裡 是對等的 是一體的這樣的概念 兩種敘述都有 那我最後 今天最後有兩個主題 跟大家做一點點的分享 一個是我剛提到的兩個角色 那很有意思的是 夏娃被 詮釋為一個最負的角色 剛剛在談到莫代拉瑪利亞 也有類似的角色 那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這個天主教會稱為聖母 聖母瑪利亞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 卻稱為另外一個形象 就是一個童真女的形象 是一位聖徒的形象 所以這兩位 這兩位有非常有趣的一種 不同的象徵的面向 那一方面 女性好像是夏娃的後代 被貶譯為是容易犯罪的 是帶有肉體傾向的 那因此被貶譯為 好像在靈性上是比較低的 這樣的一種傳統 另一方面 卻把瑪利亞高舉 她有一種童真女的形象 她是聖徒之手 位居聖徒之手 所以我接下來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瑪利亞這個角色 非常有趣的 在天主教會裡面稱為瑪利亞學 瑪利亞學的發展 那這個在新教的傳統裡面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傳統的 在天主教會裡面 她卻經歷了一千多年的發展 發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論述 瑪利亞學非常有趣的是 她指出瑪利亞這個女性 一開始就非常特別 在福音書的記載裡面 我們看到這些藝術的作品 特別喜歡描繪這幅場景 就是天使來跟瑪利亞報好消息 宣告說你已經被上帝拣選 從你身上要生出一位拯救世界的舊主 瑪利亞在這時候被稱為一位蒙大恩的女子 那這個字本身就很值得很有趣的討論 Gracia Plina Gracia是恩典的意思 Plina這個字是形容詞 是滿有的意思 裝滿了的意思 完滿的 你是滿有上帝恩典的女子 可是這個字後來被中世紀天主教會 把第二個字做了一些詮釋 Plina這個字如果做成名詞 就是一個容器的意思 好像花瓶 裝那個油的油膏的油瓶 所以Gracia Plina 這個字可以變成是裝滿恩典的容器 裝滿恩典的容器 所以後來聖母瑪利亞也被賦予一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就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上帝的恩典 在她身上 她好像是一個恩典的寶庫一樣 所以這樣的詮釋我們可以看到都是其實是 一步一步要把瑪利亞帶到一個更特別的角色 像這樣的圖像 很有趣的是 瑪利亞後來跟她的好朋友 伊麗莎白就是施喜悅翰的媽媽 兩個都懷孕的女子相遇的時候 瑪利亞就唱了一首歌 這首歌被稱為尊主誦 Magnificat 後來我們看到很多音樂家都把它拿來作為作曲的題材 尊主誦 尊主誦這首歌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瑪利亞已經宣告她的兒子 要扮演什麼角色 這首歌叫做尊主誦 主要是瑪利亞在讚美上帝說 感謝上帝我可以被你拣選成為一個仆人 來成為舊主的母親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在尊主誦裡面 他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他幾乎在強調他生出來的孩子 要帶來世界的逆轉 所以尊主誦後來成為一首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首詩歌 特別是活在社會邊緣的人 很容易從這首歌裡面得到啟發 這首歌裡面提到說 有權利的人要被拉下來 那些最卑微的人要被高舉 貧窮的人要被餵飽 富有的人要空空的回去 他在描寫一個耶穌帶來的世界的一種的 價值觀的翻轉 世界秩序的翻轉 那這首歌由瑪利亞的嘴唱出來 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所以這首歌一方面顯現 瑪利亞她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是一個謙卑的 非常謙卑的 以卑微的態度來回應上帝的一位 有美德的女子 所以humanity很卑微的一位女性的角色 就在瑪利亞身上出現 那慢慢的很有趣的是天主教會 我們還在討論這個瑪利亞學 最重要的一個教義就發展出來了 主張瑪利亞是童真女無罪受孕 這個背後尖遮到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如果說耶穌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生出來就是沒有罪的 耶穌是沒有罪的 那他的上面 根據福音書的說法 是聖靈通過瑪利亞懷孕 生下耶穌的 那在過去傳統的生理學的概念裡面 好像在十六世紀之前的 生理學的概念裡面 這個遺傳主要是跟父親有關係 當時還沒有這種卵子的概念 幾乎把這個承接這個遺傳的 這樣的一條線拉放在父親那一邊 但是母親作為一個獸 我們說獸容體 她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耶穌生出來是沒有罪的 那就牽涉到瑪利亞 她是不是一個有罪的人 瑪利亞也必須是無罪的 才能夠生出無罪的耶穌 這很有趣 這個後來天主教會 大概在第四世紀到第五世紀 就慢慢發展出這個概念 童真女瑪利亞她是無罪受孕的 她受孕的時候她是無罪之身 那怎麼樣證明瑪利亞是無罪之身呢 就回歸到瑪利亞的媽媽 瑪利亞的媽媽 這個已經在新約聖經裡面 是沒有提到的故事了 這是從初代教會傳統裡面 發展出來的故事 提到說瑪利亞的媽媽叫做聖安娜 其實在聖經裡面 有一位女先知就是這個名字 那一般的聖經翻作亞娜 那也是安娜都可以 那根據天主教的發展出來的說法 聖安娜這位 也就是說耶穌的阿嬤就對了 耶穌的阿嬤對不對 這個耶穌的阿嬤她一生都在聖殿裡面生活 她雖然是有罪的人 但她一生在聖殿裡面生活 她結過一次婚 後來丈夫找死她就成為寡婦 一生住在聖殿裡面從來都沒有犯罪 所以這一位阿嬤沒有犯罪的阿嬤 生出來的女兒就成為是無罪之生 無罪之生就成為耶穌無罪受孕的 這樣的一個容器 這套理論非常有趣 它是有一個思維在背後的 目的是要強調耶穌以無罪之生 來到世界來拯救世人 因為這個原因也賦予了瑪莉亞更特別的角色 這是一路這樣子發展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童真女無罪受孕 這樣的一個圖像就在藝術史上就慢慢的出現了 所以左邊這張圖你看到聖靈 鴿子的形象 他借著瑪莉亞懷胎生子生出耶穌 三代同堂這樣的情景可以看到 後來就慢慢發展出這樣的圖像 聖安娜聖瑪莉亞然後因海耶穌 因海耶穌 這個最有名的左邊這張圖 我們當然知道是拉斐爾畫的 那到了第四世紀的時候 第三世紀末第四世紀初的時候 發生一場非常有趣的神學論真 那這一位亞利山大的主教趨利羅 他是第一位就直接稱呼瑪莉亞 叫他是上帝之母 瑪莉亞是上帝之母 Mother of God 那這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一個論真 你說瑪莉亞是耶穌的母親 你說瑪莉亞是基督的母親 這個大概沒有人會有爭議 但直接就稱瑪莉亞是上帝的母親 這個是非常高的一個尊榮的名詞 所以這個稱呼就引起了在東方教會 非常大的一個辯論 反對他這個說法的 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 我們下禮拜會介紹 這個基督教往東方發展的一個傳統 就是涅斯多流的教派 那涅斯多流呢 這位主教就反對趨利羅這個說法 說怎麼可以稱瑪莉亞是上帝之母 最多只能稱他是基督之母 這個論真後來當然在東方教會 特別在這個東正教的傳統裡面 他們就承接了趨利羅的傳統 所以瑪莉亞被稱為上帝之母 就定調在東方教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形象 像這樣的圖像 名字就叫Theotokos 上帝之母 上帝之母 用希臘文就是Mater to Feu 像這樣的圖像MP 後面這兩個希臘文的字母 就是上帝之母這樣的一個縮寫 在東方的圖像裡面都可以看到 上帝之母的形象 那再往下走很有趣的是 到瑪莉亞死了以後 瑪莉亞死了以後 今天西方天主教會的傳統主張 瑪莉亞大概是公元62年 公元62年的時候去世的 公元62年去世的時候 地點也根據這個傳說很清楚 耶穌的學生約翰 帶著媽媽瑪莉亞一路逃難 最後定居在以弗所的地方 所以今天如果有機會 你們到土耳其去以弗所 那邊山上有一個瑪莉亞之家 就說是瑪莉亞最後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過世的 那根據這個傳統 這個瑪莉亞學 還有最後一個重要的教義 就是瑪莉亞死了以後 被上帝封為聖徒 然後直接帶著他回到天上去了 這在天主教會裡面叫做聖母升天 聖母升天這樣的一個教義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邊的圖像 就在描繪上帝或者基督自己 來替他的媽媽封為聖 讓他成為聖徒然後到天上去 壯觀的場景 那個上帝跟基督兩個一起 來替瑪莉亞戴上聖徒的後冠 後面有一個鴿子代表聖靈 所以在天主教的傳統裡面慢慢的 瑪莉亞就變成天上之后這樣的概念了 因為他不只是無罪受孕這個教義而已 他甚至死了以後已經升到天上 他在天上成為聖徒之首 剛剛提到聖徒之首 我們再過幾個禮拜會介紹 大概在初代教會後期開始發展出來的 聖徒這個傳統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瑪莉亞就是其中被稱為聖徒之首的 那他的很多的角色慢慢出現了 瑪莉亞不只是一位聖徒 他可以幫助人指引人生的道路 這兩張主題是He who shows the way 瑪莉亞就是那位指引人的 世人的道路的那一位 瑪莉亞是慈悲的 她是帶有慈悲的特質的女聖徒 Mother of mercy 瑪莉亞特別對哀傷的人有親切感 因為她自己受了最大的傷 她自己的孩子被定十字架 所以瑪莉亞知道什麼叫做哀傷 Mother of sorrow 米開朗基羅畫雕刻最有名的這張 這個雕刻Pieta 哀痛 那耶穌躺在母親瑪莉亞的妻上 瑪莉亞表現出一種的哀傷這樣的場景 那音樂史上呢 也慢慢的就發展出一個主題 就是站著哀傷的母親 站立在十字架旁邊 哀傷的母親 這個拉丁文的最前面兩個字 Starbought matter 站立的母親 然後哀傷者 這個最有名的就是Pecolese 所寫的 這個哀傷的站立的母親 這個樂曲 那在這個藝術史上 很多這樣的圖像 哀傷的母親站著 那另外一位女性我們剛介紹過了 莫代拉瑪莉亞 她是敬前的婦女 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在後期的基督教的發展當中 慢慢給予瑪莉亞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餵養的角色 她是mother of nursing 她餵養眾人 眾人的苦難 她可以藉著她的力量來餵養眾人 她的餵養不只是餵養耶穌 嬰孩耶穌 她也成為世人的 這樣的一個母親的角色 所以很多 你可以看到中世紀開始有這樣的圖像 很多的聖徒把自己畫在旁邊 圍繞在聖母的周圍 那聖母則是餵養著耶穌 那進一步也象徵了餵養的眾人 東方畫的 那很有趣的是這個 康平 康平 Compone這個是北海的畫家 現在他最近慢慢被高舉 成為是Frisian 就是北海的近代尼德蘭的 包括比利時跟荷蘭的畫派 最重要的一位開創者 康平 跟艾克兩位 他都是被稱為是荷蘭畫派最重要的開創者 他畫了非常多的祭壇畫 非常多祭壇畫 那這張是非常有名的一張祭壇畫 其中的一幅 就是餵養的聖母 這張畫有很多畫平家很喜歡做解讀 所以我把這個放在最後一張給大家做看 應該還有一張 康平他有用很多象徵的手法 他把聖母後面用一個斗粒 一個帽子在那裡 好像描繪的那個hello 那個神聖的光環 其實是把聖母已經賦予他一個神聖的角色 旁邊是一本聖經打開著 那代表這個聖母是一位敬錢的婦女 那最有趣的是他跟嬰孩耶穌的互動 耶穌一副很慵懶的樣子 躺在那裡 好像一副說我吃飽了 我吃夠了 我不要吃了這樣 然後最有趣的是 有一位畫平家這樣說 是聖母是把他的奶頭是對向觀眾這樣子 官化的人 其實他是一位要餵養眾人的聖母 這是康平非常有趣的象徵手法 所以這幅畫比前面的那些畫 都更強烈的在表達 把聖母描繪成一位 非常溫暖的 非常能夠讓人得到安慰 得到盼望 撫慰人心的一位女聖徒的 這樣的傳統 這是當代法國畫家畫的象徵的 最有趣的是德國畫家 Marx Ernst 描寫瑪利亞在打耶穌屁股 約束有時候也調皮不乖 然後再打他屁股 然後後面有兩個人在窗戶旁邊看 這樣子 三個人 這張圖畫叫做聖母跟三個旁觀的人 這張畫的圖也很有趣 三個在旁觀 其實在描寫現代的母親的角色不太容易 這幅畫有很多象徵的手法 所以我們從古代的圖看到現代 這個聖母是一位非常有趣的 在基督教傳統裡面很有趣的角色 她是被高舉的 相對於夏娃是好像被壓抑的 那也有人稱瑪利亞就是第二夏娃 瑪利亞被稱為第二夏娃 第一位夏娃犯了罪 第二位夏娃帶來夏娃罪的救贖 就像基督被稱為第二亞當一樣 第一亞當犯了罪 第二亞當帶來救贖 第一夏娃犯了罪 第二夏娃帶來救贖 所以這個瑪利亞的角色 確實有非常多具有象徵內涵的 這樣的地方 那我今天最後一個部分跟大家介紹 就是回歸到剛剛談到的 在靈恩運動裡面 在這個所謂的非主流的 非組織的團體裡面 女性好像被給予 有一個獨特可以發展的空間 那我們這個學期這個課 並沒有要介紹到中世紀 後期去 但是我在這邊做一點延伸的介紹 就是後來我們發現 在中世紀的修道院傳統裡面 給予了女性又有一個灰雜的空間 女性在基督教社會裡面 其實這個並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個照顧家庭 然後做一個附屬角色的 生活的那個面向非常的繁雜 要做很多的勞力 要面對生產的痛苦 生產在中世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醫藥還沒有發達之前 這個生產通常母親跟嬰兒有一樣的危險性 所以很有趣的是中世紀以後 修道院發展以後 修道院卻給予了女性婦女 一個可以自由扮演角色的空間 那我下面最後跟大家介紹幾位很有意思的 中世紀的女修士 或是所謂的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 他們都因為他們本人的一種的 對宗教的一種的熱忱 讓他們突破傳統的女性角色 在中世紀裡面成為能夠受人尊重 能夠影響很多人的角色 我大概有介紹三四位 那第一位是德國的修女 希爾德加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才華的一位女性 所以最近很多人對她有研究 過去這二十年當中 至少出了十本她的傳記 出了她的十本傳記 還有她做的歌 被出了很多的CD 那這位女性她 其實是一位貴族的女兒 那從小呢 因為她家裡面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 所以她生出來的時候 是排第十六還是十七的孩子 就跟她的父親要求 希望能夠讓她進入修道院 不要過那種傳統婦女的角色 那她進入修道院的時候 可能只有六歲七歲左右 她的父親在修道院裡面 幫她蓋了一個小房子 讓她在裡面修道 結果她碰到一個比她年紀長的修女 是懂拉丁文的 她就跟她學 學拉丁文 學習閱讀文獻 基督教的一些文獻 後來她就慢慢發展出她自己 個人獨特的特質 她會寫歌 她自己拉丁文雖然不好 找了一個男性的修士 當她的秘書 她就口述 也出版了好幾本她的 靈性的一種經驗的書 所以她就變成一位 很有代表性的神秘主義者 後來教宗准許她 蓋自己的修道院 並成為修道院的院長 所以這個Hildegard非常有意思 是一位相當有特立獨行的女性 這個圖在描寫她的秘書 她的秘書叫做Warma 成為她的紀錄者 把她口述的故事全部描寫下來 BBC最近才出了她的一個紀錄片 不是紀錄片 一個影片 小傳 她的傳記的影片 她自己成立了女修道院以後 又收了18位的修女 這18位修女通通是貴族的女兒 跟她很像 都是那種家裡有能力 那不願意 然後家裡面孩子很多 其中特別有 好像有慧根的女性 被父親允許 就來跟隨這個女性修道 那她自己寫歌 很有趣喔 這個Hildegard從來沒有受過音樂訓練 自己寫了很多靈歌 那當時候的主教很懷疑 這個女性到底她的能耐有多少 還把她的歌送到巴黎音樂院 去給巴黎音樂院的教授檢視這樣 後來巴黎音樂院的教授說 她寫的歌啊 有這個音樂的這種特質在 就是說雖然看得出來 她是一種自創的 但是她的音樂是非常有她的格式跟格調的 所以今天為什麼她的歌會變成是出CD 跟這個背景也有關係 都帶有一種神秘靈修味道的作品 下次有機會我帶她的CD來放給大家聽聽看 那她最特別的是神秘主義 她常常看到一種意象 靈氏的意象 我們有一些天主教的作品 把這個意象這個字翻成靈氏 靈氏這個字當然英文就是vision 所以她是一位visionary 她會在默想當中看到奇特的景象 那這種通常這種靈氏的經驗 根據黑德嘎的自己的小傳 通常是她長期禁食的結果 換句話說這個還是活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種靈肉二元的宇宙觀裡面 黑德嘎認為她越不受物質限制 她的靈性就越清明這樣子 她不吃飯 常常不吃飯到禁食到昏倒 昏倒以後她的學生給她灌食 然後她得到精神恢復 她又繼續過同樣不吃飯的生活 所以非常有趣 這個是已經一種苦修的形象表現出來 但是當她越不受物質條件控制的時候 她說她的這種靈氏的經驗就越多這樣 那右邊這個圖 還有下面這些圖 都是她的傳記作家 把她的靈氏的經驗描繪出來的 她常常描寫一個和諧的宇宙 有衝突 但最後成為和諧的宇宙 這樣的一種概念 她把它叫做宇宙淡 叫做宇宙淡 很有趣 現代很多人對她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提到她的唱片 傳記很多 第二位跟大家介紹是 另外一位義大利的修女 叫做凱撒林 也很有意思 她的經驗是很特別的 她有一種身體的經驗 我們等一下後面就會看到 她被稱為是一位純潔的修女 她的象徵的荷花 白色的花 你看到右邊這張圖 她的兩個手有傷痕 這就是她象徵的非常有趣 就是在天主教傳統裡面 稱為印武商的傳統 我們今天介紹這些女性都是神秘主義者 所以有一些故事滿神奇的 大家就當作傳說來看 這個印武商的經驗 在基督教歷史裡面第一位就是聖方濟 這個方濟會的創始人 我們一般稱作 也翻作法蘭西斯 聖法蘭西斯 聖方濟是第一位有印武商經驗的人 那這位凱撒林在他之後也有 什麼叫印武商呢 就是神秘主義者會經驗到說 他跟基督在默想當中合而為一 這樣子 一種跟基督神秘的聯合的經驗 他跟基督好像成為一體這樣子 那那種成為一體的經驗 如果深刻到一個地步 用方濟的例子來講 就是說 耶穌身上的傷口 就轉移到他身上來了 所以耶穌有五個傷口 他被釘十字架之後 兩隻手兩隻腳 還有他的肋骨這邊 旁邊被冰釘刺了一槍 所以耶穌身上有五個傷口 那你們看這個圖就是 那五個傷口轉移到他身上 那不是只有方濟而已 這位凱撒林也有這個經驗 那他最有名的故事 其實是在他們的修會裡面說 他死了以後 屍體並沒有腐爛這樣子 所以屍體被保存在棺材裡面 那他最有名的故事 其實不是他的神秘經驗 是他直接對教宗提出一種訴求 當時候的教宗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教宗第一次從意大利人的傳統 轉移到法國人的傳統 這是十四世紀發生的事情 過去教宗慣例都是意大利人擔任 但是法國的教會在中世紀後期 勢力越來越大 等到法國的主教人數夠多以後 他們就開始選出法國人當教宗 那法國人當教宗以後 不敢在羅馬當教宗 就在自己法國跟義大利邊界 一個叫做Avignon Avignon 亞威農的地方 蓋了一個教廷在那裡 那凱撒林就發起一個很有趣的運動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 好像一人一信運動這樣子 他叫大家寫信給教宗 教宗要回到羅馬 我們都在羅馬等你 你不要躲在法國 請你回到羅馬來 那經過七十年 這個運動終於達到結果 教宗最後又回到羅馬 所以這個凱撒林也是一位中世紀 非常我們說感言的女性 感言 特立獨行的女性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還有兩位英國的修女 給大家看一下圖像 我們就下禮拜如果有時間 再稍微介紹一下 英國一位修女叫朱利安 她也是一位很有趣 從小受很好的 拉丁文教育訓練 她自己有很多的作品 那最有名的就是她寫的一本 神愛啟示錄 她最有名的名言就是 這個 這句話 all will be well 所以大概在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裡面 墓碑上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這句話 在墓碑上很多人就刻這句話 all will be well 一切都會美好 一切終將美好 那她自己主張心靈是可以用愛來治療的 她自己長期生病 後來得到醫治 所以她就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最後一位也是英國的一位修女 叫瑪格麗 那因為我們台灣有翻譯她的書 我就順便介紹一下 台灣有翻譯她的小傳 瑪格麗之書 她也是一位神秘主義者 她喜歡到處去旅行 把她的見聞都寫下來 所以這幾位女性 我們可以說是 也是在整個基督教歷史的傳統裡面 非常特殊的女性 突破傳統的限制 扮演出她們女性的一種特質 我想這一部分跟大家做一點點的介紹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我會客人知道 我會選擇她們的兩種調整 好像芬子一模糊 我會選擇的一種特質 你長期多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